拍例的形式就是我们主打的 那就可以打出自己的文字 手机选举照片边框还有不同款式能选 甚至还能加上想呈现的文字 这可不是手机要发文再修图 等到通通编辑完成 就会跑出一个QR Code 逼一下照片就会直接在机台上显示 跑出来的是一张悠悠卡 而另一面则是印上独一无二的客制化版本 说到客制化悠悠卡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是学生证 但是如果想要放上自己喜欢的照片 现在透过这台机器标榜只要60秒就能够完成 这台机器放置在北捷成功吸气话题 最主要的关键就是系统化以及方便性 个性化悠悠卡在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了 那只是说之前的做法都是 你可能在网路上去做订购 从你下单到收到货 至少要到三到五个工作天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 以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相关的技术跟经验 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是可以让它简化的 而且我们可以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点 让消费者可以很快速的 就是可以取得他们的个性化商品 最初就是厂下学生卡市场 夺下全台约八成的市占率 靠着多年学生卡经验 从申请制作到拿到成品 全部浓缩在这一台机器完成 四大优势客制化快速性 纪念价值以及多元支付 确实从五月机台放置在北捷 一度引发排队潮 已经制作出近四万张 这张优势卡是你每天会期待 对通勤族来讲 你有一张你自己喜欢的照片印在上面 我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有细腻 那我们另外一个希望做的族群是 外国观光客 如果他也印上我们个性化的商品了以后 他回去就是对他来台湾的一个回忆跟激励 学生证就有一些克制的话 但能够克制到心理的这件事情 就成为这次的关键 如果这个悠有卡的相关的服务可以更更新或增加 所有跟国际IP还有这个含流的合作 未来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商机其实是无限的 目前北捷人潮多的站点 像是中校复兴中山站西门站 只有部分站点有摆放 而最新季节也加入 最主要是想吸引观光客群 但绝非如此 摆放位置还在持续布局 也预计今年第四季将推出一卡通的专属机种 有规划在洽谈的一些地点 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大概 我们选择地点的大概是 第一个就是交通方便 所以我们选择的捷运 那第二个是观光客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观光景点也会去考虑去设点 比如说像九份也是我们一个想要设点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人潮多的地方 以后我们还是可能会跟一些 职棒的球队一些合作 那只是这合作我们可能就是 不是放机台常住在这个地点 而是配合着他们的活动 把我们机台放到棒球场上面来 摆放位置也很关键 针对各地点和属性随机做调整 商圈甚至三铁公共 所以在这个地方放的这个单机评效比较好 但如果你想象它是每一站都有 要远到可能连很偏远的这个站别都有的时候 可能那个地方的单机的评效就会很低 因为住在那边或会经过那边的人 就相对少很多 所以聪明的方法 其实还是放在所谓的交通会萃之地 而且又藉由这个所谓的排队 就是稀缺经济的这个呈现 让大家可能会好奇说 到底在排什么 让这一张张对通勤族来说 在正常不过的悠悠卡 也能玩出不同花样 提本新闻李延志就有现在台北报道 TVBS大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